Hello, 大家好, 鵬和大家分享心水的时候 刚刚对上的, 成绩的那些 被街坊轮理插到爆炸 那就算了, 大家给一下面, 不要插那么多 有赢有输的, 我赢的时候你没什么赞我 输的时候你就插到我面子, 不过没问题的 我们公开的话, 就无任欢迎的 你插也可以, 赞也可以, 什么都可以 我们其实很简单, 希望大家一起可以赢多少 希望这只马可以帮大家重拾信心 和执犯多少, OK, 看看是什么 就是第八场, 二班千二, 我选一只 就是十五年, 连王, 看看上一季 去到杀科日那场, 还是尾场那次 怎样跑第二, 出门就慢了一点 你看周俊乐, 周同学期 现在都挺后下, 因为这只马本身 都是偏后点, 红衫, 紫色, 红帽, 紫色 现在在尾四左右 现在在外跌, 因为他上次八档 出门又慢了一点, 迫着也是 说真的, 这只马一向都是靠后劲的 现在在尾四, 其实想着 细子都应该, 跑短途留得这么后, 会不会害怕 有时呢, 说真的 有时就不用怕, 他一向的后劲很厉害 还有呢, 输给这一场呢 其实你看到飞霸龙也有佔着先机 赢了红军飞鹰, 莫浪球, 这都很厉害 好了, 转弯, 你看到 他也是叫做飞了出去, 也不算太外 他打算是较较 在他前面, 你看到已经是 走掉了, 就是飞霸龙 在他旁边, 也有红军飞鹰 但是他都鬼鬼祟祟在中间的位置穿上去 这段这个势呢 如果你说跑多一百或五十万 他就过了一只飞霸龙, 但是可惜 终点就差一点 不过这只马一向都是位置之王 在菊草呢, 跑过这么多次呢 都很厉害, 一较十个第二 两个第三 那如果你跑菊草千二, 一较七个第二 两个第三 很准的, 这只马很准的 所以这次呢, 就算上到二班 你看到了, 上季尾最后那场 上到二班呢, 我都觉得他不怕 都还差一点 如果你跑多一点, 或者他保留太后的话 把手赢了, 飞霸龙都不出奇 这次我觉得 继续啦, 都是找回 巴道啦, 这次呢 我觉得巴道就可能 希望发挥得好一点 因为周俊麟可能出门就差了一点 都是偏后了一点 希望这次可以帮到大家, 先看看我推介 我推介就是 八长十五, 连连王 刚才也说了, 他位置都很准 一圈三批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另外两位拍档, 张罗斯和Maffrey 都有一些好东西推介给大家 如果大家觉得一圈三批好像不够照 那当然你可以找他做胆 三重彩, 四重彩 当然, 三重彩, 四重彩, 复式马铛 可能不知道你拖什么脚 可能有些冷却进来 复式会稳妥一点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 上次就失手了 希望今次可以修复失地 和大家一起并肩作战 希望大家继续赢多些, 拜拜 拜拜